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小时候大学的时候 大概二十一二岁的时候 读朱天欣朱天文毕竟还是大我十几岁 所以我那时候读朱天文的书 还有朱天欣的书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时候 大概差不多三十几岁四十岁 他们就开始在书里面 写很多修行的事情 算命的事情 然后八字算八字的事情 那阵子我记得我看了好多好多文章 作家都在谈追寻人生 就是修行的事情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 拜托人生干嘛要去修行什么鬼 就是不就快乐喝酒 谈恋爱吗 追寻什么大师呢 可是然后我以前也很不喜欢 看到有一些心理分析的书 就在讲说你现在的一切 就是因为你的童年不满足 你的爸爸妈妈怎样 你的家庭 原生家庭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太年轻了 所以我不理解这件事情 可是等我大概三十几岁 人生开始有很多的挫折 人生一定是有很多的挫折 然后我开始经历很多的挫折 比如说工作上的不愉快 情感上的不愉快 生命的不被满足 没有自信心等等等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 我也需要去追寻心灵的平静 所以我其实去上过胡亦梦的课 然后去打坐 可是我很喜欢胡亦梦说的 就是我们不可能 很多人去修行其实是为了 屈乐必苦 就是为了逃避痛苦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屈乐必苦 因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的 我们必须去看见生命的实相 就是那个苦的本质是什么 而不是只是一心的想要追寻快乐 然后胡亦梦也说 你们不要再去找道场了 很多人都在道场跟道场之间流浪 但是你不解决自己根本的问题 就是那个你一心只想屈乐必苦的问题 你的人生困境是永远都不会解决的 你要看见实相 就是我们跟胡亦梦打坐的时候 其实是它会一直逼你看见事情的真相 有些打坐就是 你看见事情来了就过去了 来了就过去了 可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是你看见事情来了 你要搞懂它为什么来 它是什么 它背后是什么 然后才能让它过去 你要看见才能过去 我后来其实真正有做一点点的修行的功课 是去法谷山 我其实觉得法谷山就非常的好 因为会叫你交两千块 还有树山可以吃 而且很好吃 不是啦 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那时候人生有非常多的困惑 然后可是或者是包括对神通的困惑 对一切的困惑 我那时候真的三十几岁 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去内观中心 你们知道内观中心吗 它在那个中部的山上 十天不讲话 然后呢 我那时候本来也想去内观 但是因为内观要十天我就没空 可是有一天我听到 圣言 那是法谷山是圣言法师 圣言法师讲一段话 有深深的打动我 圣言法师说他知道神通 但他不追求神通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此生 身为人就把人的事情做好 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没有再去 去了法谷山之后 其实我就不太去 不太会再去跑什么道场 或者是去找什么大师的开示或干嘛 因为其实 而且后来很认真的听圣言法师 但我今天不是为了 叫大家去法谷山来的 你们可以去内观中心 那边比较好玩 但是你知道就是 我其实觉得那个好重要 他就说身为为人 就把人的事情做好 然后你其实就不会再花力气去 而且那时候 我后来领悟到一个道理 你知道人生很复杂 就是人生有非常多 複杂的人际 複杂的事情 複杂的一切需要判断 可是后来 因为我听他讲那个 圣言法师说心经或什么的 没有我直突然觉得很好笑 我们今天在讲去你的心灵大师 然后孩子在跟你们讲 圣言法师有多好 这不是很讽刺吗 但是圣言法师说 诸恶末做诸善奉行 所以其实我后来领悟到人生 大概也就只有这八个字而已 就是在这么混乱的人生当中 就这八个字最重要 就是诸恶末做诸善奉行这样子 对 我现在唯一有追的大师 叫做唐力琪 国师大家都要追的吧 是不是 你知道每到年底 对啊国师 你知道每到年底 要密切注意 下一年的星座运势开卖了没 然后预购 对而且要做笔记 可是唐力琪很棒 唐力琪也不会告诉你 人生是快乐的 唐力琪会告诉你 你会碰到很多倒霉的事情 对最近水逆 最近水逆 我一定要吉利的保持我的心象 因为最近水逆 然后呢唐力琪就 我那天有跟唐力琪说 我觉得她变温柔了啦 唐力琪以前会比较严厉这样 你看她的星座运势都会惊惊 然后我想说她大概年纪也到了 所以就变得比较温和 她会告诉你说虽然水逆 但是你只要干嘛干嘛 你就可以不会那么糟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觉得 那个 我们也是看唐力琪啊 如果射手座我是射手座 如果射手座运气不太好的时候 我就会再把猪肉末做出三缝行 把两个字拿出来墨背 就是告诉自己说 你最近会有点倒霉 所以你一定要做善事 可是而且你看他们也没有叫我们捐钱啊 他只有一年叫我买一本书而已 直播都是免费 又不用花两千块 对不对 哦好啦我最近有皈依一个仁波切 你看我经验多丰富 多么适合讲这个主题 可是我最近皈依一个仁波切 是因为朋友的关系 然后我们去看了 那个他们那个Polka 艺术中心的一些表演 真的非常非常的充满艺术心 非常的棒 可是那天 其实我觉得这一切啊 我刚刚不是那个上面有写说 他不是写说 我构成我们一切的 其实是我们的挫折跟脆弱嘛 好为什么这次会皈依那个仁波切 其实我都快有点忘记他的法名了 我实在是太不近了 但是因为那天我们去的时候 我有写一本书叫做说好一起劳 但我不太缺近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写我女朋友生病的事情 然后我们那天一起去那个仁波切 因为他平常在印度 然后他那天来台湾 然后有朋友说 我们可以见到那个仁波切这样 然后我们就真的见了他 然后那个仁波切就 本来我们的朋友 就一直叫我们皈依啊 我还跟我女朋友说 我跟你说我们千万不能皈依 他一定会 但我们要坚定这样子 其实我才是脑坡弱人 所以我们就去觐见仁波切的时候 那个仁波切就突然 因为我的朋友就跟他说 就有翻译嘛 就说 就跟他说我的女朋友得了癌症 然后在治疗中等等 就你知道那仁波切就帮他 祈福耶 那个就灌顶 然后就帮他祈福这样 我看了好感动 我马上回头跟我女朋友说 我们皈依吧 然后我就皈依了 可是你知道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那个不是因为幸福或什么 而是因为他填补了我们内心的恐惧 跟他安抚了我们的悲伤 所以我那才会莫名的就皈依 我还得到了一个法名 叫珍宝湖 我觉得好像妞妞甜八宝 我没有很喜欢 我真的没有很喜欢 可是我不能跟仁波切说 这很像妞妞甜八宝 怎么会讲到这里 好 在讲说心理大事事件中 我们其实会去追寻这些东西 都是因为心理的动 就是我其实觉得现代人心里 都有一些小小的痘 然后小小的悲伤 小小的不满足 小小的害怕 然后这些东西 让我们不那么害怕 这样子 好了 我已经把连我的法名都 法号都讲了 不是法名是法号 就换你们啊 你们要跟我分享一下 刚才那位坐在后面 戴帽子的同学说 有去追寻过大事 快点来分享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